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晚上就会降到10度以下在北部地区 那OK到了礼拜四凌晨也就是跨年夜的当天早上就会到了七八度左右 好所以如果说以北部的七八度为标准的话 那要在等于是在礼拜三三十号到三十一号的清晨这段时间会是最冷 那OK这边讲到说在北海岸还有陶竹苗的空旷地区 大概就会要再比七八度再低 低个两三度所以会到五度左右 然后另外的话在中部会比七八度再高个两度左右 所以大概是九到十度 OK那再往南部看的话大概就是 花东还有高雄屏东大概是十一到十二度左右 但是空旷地区的话大概也只有十度左右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最冷的地方是如果在北部地区 还有北部的尤其是空旷跟沿海地区 可能会到可能下探 所以有十六个县市要防止六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比较小见的 我们会发布低温的特报 有红色的有橙色的有黄色的 那低温特报的话橙色的就有十六个县市 OK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少数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像是云加南 云林也还是橙色 嘉义台南 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 比较好一点点 其他的地方的话都要慎防六度以下的低温 那当然六度讲到的是一些局部地区 比如说这些县市的特别空旷的地区 特别是沿海的地区 风大的地方 或是下雨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到达六度以下 但是不论如何 这个都是在十度以下的这个低温 好所以从明天白天开始 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到入夜 为止是陆陆续续的 像溜滑梯一样的急冻 好那这边也特别讲到说 这一次的寒流 其实并没有 2016年那一次的霸王级的寒流 造成了很多的 其实在看得到的1000公尺左右的山 或是礁山 事实上都下起雪来 或是有一些冰线 这一次可能没有到那么的明显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说 第一个就是水气可能不够 所以在这边也要特别讲到的是 在明天开始往下滑的时候 这个会有点也湿湿冷冷的 但是到礼拜三晚上以后 说就是转为干冷 所以这样干冷的情形 尤其到礼拜三的深夜 到礼拜四 这个清晨是干冷 所以要下雪的话 大概就在礼拜三的下半天 跟晚上变为干冷之前 有一点机会 如果说那个时候没下雪的话 到31号跨年夜的白天 大概就比较难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讲到 冷气团里面的湿度 大概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但是大家还是会感受到 这个体感温度很明显的 觉得很冷 是因为这次比起上一次的霸王级寒流 比起来我们之前是比较暖的感觉 就突然之间会降的比较大 这个降温的幅度比较大 10度以上的降温 但是之前2016年的时候 可能本来就有点冷了 其实有点忘记了 总而言之 它是比较循序渐进的变冷 所以感觉起来的话 可能比较就是今年感觉起来 虽然没有那一年来的真正的冷 但是感受上来说会觉得急剧的变化 大概幅度来说 降温的幅度来说是更大的 OK好 所以这大家看起来是有关于 从明天开始 天气变冷的状况 那所以明天30号 31号到30 不是32号 就是元月了 2021年的元旦当天 开始就会回暖了 所以其实跨年夜反而是醉了 然后到了元旦之后的话 元旦假期有三天五六日 还蛮舒服的 在这个气象局的预报当中 好 所以好好的做好明天开始变冷的准备 还有迎接元旦假期 其实是可以好好规划的 只是跨年夜听起来就要特别注意了 从跨年夜当天开始就要特别注意 OK好 所以这些是相关的讯息提供 我们来看看今天相关的一些温度还有降雨几率 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17到24度 降雨几率10%到20 中部地区18到26度 降雨几率10% 南部地区18到29度 降雨几率10% 而在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都是10% 夜南温度18到25 花冬是19到25 外岛是11到21 好 所以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啊 好 就要做好明天啊 所谓的跳水式的降温 急剧降温的一个准备 好 那看完这个天气之后呢 当然降温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啊 就是说除了保暖之外 在这个密闭空间里面的时候呢 当然就要特别注意到呢 这一次的整个的疫情 还是要稍微的注意 尤其是跨年夜的时候呢 跟人跟人之间啊 其实很多的一些活动啊 要不要参加参加的时候呢 尽可能戴个口罩啊 我想这个部分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在全球 当然台湾没那么严重了 但在全球的话呢 为了因应啊 这个相关的新冠疫情 很多的国家的跨年 都已经取消了啊 像我今天看到最新的 是来自于这个巴西 巴西的话呢 其实里约热内卢 这个地方的沿海啊 这个每次呢 到了跨年夜的时候呢 这个海滨 因为他们是个海岸城市嘛 就是一个非常热情森巴的城市啊 所以他们呢 在跨年夜的时候 对释放很漂亮 很璀璨的烟火 就是呢 几乎是几十年来 第一次决定停止 就是不再释放烟火 那天不释放烟火 而且呢也禁止呢 沙滩跟滨海的人青 人青道上举行任何的私人的聚会 音乐会任何活动 包括呢设置一些摊摊饭等等 巴西的礼约热内卢都已经禁止了 他们甚至还非常罕见的 从他们从他们的捷运通车二三十年来啊 这个决定在跨年夜当天晚上八点以后 然后到第二天凌晨为止 捷运停止停就停止行驶啊 所以一直就不让你在外面走动就是了 好所以你会知道呢 其实呃不但是耶旦节啊 包括这个跨年夜就非常多的一些欧美国家 这边讲到的是巴西啊 其实面对啊 这个严峻的啊 这个疫情的挑战 其实呢整个生活真的是都变了掉 好那这个相关的疫情呢 就要接下来讲了 这个疫情其实就这一两天来看的话呢 算是相对缓和一点点啊 那这边是全球啊 在今天新增了41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8000多人啊 死于新冠肺炎 那过去比较严峻的时候 每天都是50万以上了啊 所以呢这个稍微的 在昨天39万今天41万 算是比较少一点点啊 不过全球也来到了8158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178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但美国部分的话呢 依旧是全球最严峻的国家 它是单日新增12万人啊 这个感染新冠肺炎 那OK总计啊 是已经到了1972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快要突破2000万了 大概这个礼拜之内就要突破2000万人了 几乎是台湾差不多台湾的人口数了 感染的新冠肺炎 好所以呢这是目前呢 美国目前严峻的状况 那再来的美国之外的话呢 就是英国了啊 这个英国呢又创下 它的单日感染的新高 它单日呢突破了4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是41,385个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好那所以呢这个英国啊 这个状况依旧的拉紧爆 但是呢整个欧洲除了英国之外的话呢 也只剩下俄罗斯 德国跟瑞士啊 是破万的啊 所以相对来说 其实除了英国之外 其他地方呢是比较缓和的 包括呢像法国只价2000多人感染新冠肺炎 好回到蓝薰时经啊 什么刚刚讲到的是啊 这个接近了跨年夜啊 这个2020呢进入到了倒数啊 所以很多人呢 其实因为今年实在过得非常的闷啊 所以呢大家其实还蛮期待的 但是在期待的同时呢 全球的疫情呢 却又碰到了突如其来的啊 这个呃变种 而且这个变种虽然不断都在变啊 但是呢目前来自于英国的变种 还有南非的变种啊 还有目前耐吉利亚的变种啊 尤其是英国的部分的话呢 似乎很迅速的传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啊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已经有50个国家呢 出现了啊这个英国的新型的变种病毒 而且呢这个病毒的感染的速度 传播的速度呢 比起原本的这个病毒呢 呃这个快过了70%左右啊 所以呢现在的各个国家呢 突然之间啊 在跨年夜的这个兴奋心情啊 就受到了一个相当程度的影响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呃巴西的里约热内炉 非常举世文明的沙滩烟火啊 这个目前还目前决定啊 这个取消 那事实上呢 陆陆续续取消的还有蛮多的啊 所以呢就全球的烟火来看的话 比较精彩的一个是里约热内炉嘛 因为它是海滩的景色 再一个就是澳洲的雪梨咯 雪梨是在雪梨大桥跟各自院的旁边 所以呢今年到底状况怎么样 那另外的话呢 包括像是呃纽约 纽约的时代广场 前面呢非常热闹的倒数啊 每一年呢在那个前面呢 都有非常盛大的活动 那每一个人呢都在倒数的五四三二一的时候 哇这个热情拥抱啊 这个接吻 那今年还可以吗 我想这样子这个盛况啊 可能都会不在了 那事实上呢 不要讲欧美国家连台湾啊 那今天最新消息呢 呃台北市的部分已经决定取消 101的高空跨年的呃烟火派对了 所以呢这个部分嗯 没一年 所以今年真的就没有烟火看了耶 嗯好 那但是呢其他的县市应该可能还会有啊 但是也都在评估当中 那现在看得到的除了101啊 这个取消烟火 新光三月也决定取消烟火 那再来的话呢 嗯新北市啊 他们的跨年夜的巴黎烟火呢 也要延期 没有取消要延期 但是延期就不是在跨年那一天了啦 那再来的话呢 新北市的元旦升期 要改成线上直播 好所以呢 这是目前我看到啊 这个台湾部分的话呢 也有一些呃跨年夜的这个呃活动 决定取消以防万一 虽然台湾的疫情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的严峻 不过啊 因为呢在昨天呃飞进来的啊 这个相关的伦敦的班机里面啊 现在事实上是有三个人确诊的 那当中的话呢 是不是带有呢 这个英国的变种病毒呢 说这一两天就可以确认 好所以呢 各个呃县市事实上也都是呃 各自有各自的评估了啊 所以呢今天稍晚啊 一直到跨年夜前啊 如果说你是有打算啊 要去参加一些跨年活动的话 其实第一个自己稍微评估一下 那真的要去的话呢 要看看一些相关的县市啊 他们的最新的一些异动 好所以呢这边讲到就是说呢 整个的疫情确实啊 是笼罩着一些呃不安的啊 这些阴影啊 因为呢今天除了我刚讲到巴西 这些活动要取消之外啊 又有一个呢 嗯非常知名的钢琴师人 傅聪哦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 全英呃中国啊 最有名的这个钢琴家了 吧他过世了 他在英国呢 伦敦啊过世 享受86岁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所以呢 嗯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呢 很多的欧洲媒体 尤其是是 我看欧洲媒体都在报道啊 就是都放着一张啊 这个傅聪带的微笑 非常有气质的啊 但是眼神锐利啊 这样子的一个呃画面啊 然后呢宣布了 傅聪的事事的消息 OK好那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啊 也是呼吁啊 在昨天看起来呢 是一个他们的呃 紧急计划执行主任啊 他叫Ryan Michael Ryan 然后他特别在 因为在昨天啊 他是办了一个 世界卫生组织 办了一个首次得知 中国出现啊 新冠肺炎一周年 哇好快一周年啊 就我们大家开始比较 呃严正以待 这个整个的武汉肺炎啊 那时候是武汉出来的啊 那1月20几号的时候吧 那个是我们的印象 在过过年的时候 那事实上呢 呃这些卫生组织通报 接受到通报事实上呢 是在昨天啊 所以呢 在这个昨天的一周年的简报当中呢 这位Michael Ryan 特别的呃告诉啊 这个在场的媒体说 其实这一次的呃新冠肺炎不过是一个警讯而已哦 因为虽然到目前为止呢 全球大流行超过八千多万人感染的新冠肺炎 那一百多万人目前是死于新冠肺炎 但是他特别提到说致死率并不高啊 我算了一下大概是百分之二点二五目前为止啊 那而比较严重像英国他是百分之三左右而这死亡率 那但是像呃这个美国大概百分之二甚至有时候百分之二还不到 那确实啊这个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 传染力强 但是呢呃死亡率并不高 所以他并不算是一个呢 非常严重的啊这个流行病 对于目前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来说 他们最担心的是 未来恐怕会有更严重的大流行病 他不但是呢传染力非常的惊人 而且他的死亡率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高 所以呢他们都认为啊 这个WHO特别提出说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觉得已经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文明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跟困扰的话 未来可能会更加的严峻啊 所以我们真的是经过的这一波之后啊 不晓得什么时候过去了啊 但是呢整个的面对大自然的态度 人跟人之间还有面对科技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啊 包括一些疫苗啦 一些这些啊相关的公共卫生医疗的投注 很可能都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啊 尤其对于大自然的尊重等等啊 好所以呢这部分是讲到 在今天其实呢跟疫情相关的部分 虽然看起来呢相对缓和啊 但是很多讯息还是让大家啊 必须要去提高警觉 所以刚才讲到的是欧洲啊 相对来说缓和许多 那啊除了英国之外 那亚洲其实也是啊 这个亚洲呢 印度是一万六 土耳其是一万五 那其他的话 真的像伊朗啦 印尼啊都降到五千左右了啊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南轩时间啊 有关于呢 这个一里一的烟火 我刚确定了一下啊 这个是高空的跨年的烟火派对取消啊 真的是幸好 这个派对啊 所以呢烟火并没有取消啊 那这个派对的话呢 是本来在高空上啊 就是说101不是很多层楼吗啊 好像在八十几层楼的时候呢 他原本都是有预售门票的 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 从101的里面啊 往外看啊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直接啊 这个近距离的去看这个烟火 那OK 但是本来预定是卖出一千张门票的 然后呢 推出秋冬方案啊 这个中央推出秋冬方案之后 他们就把这个门票减少 减少到了七百张 但是全部都卖完了 不过现在呢 决定要全部都取消 那所以呢 已经办理了全额的 退票的啊 这个手续啊 OK好 那这个如果说了啊 这个全球陆陆续续 其他的啊 这个跨年烟火都取消的话 很可能台湾的101啊 这个大楼的啊 这个高空烟火就变得独树一格了啊 不晓得 但是呢 现在目前 欧美国家真的还蛮严峻的 所以我们刚讲到的啊 是在亚洲地区 相对来说缓和啊 这个伊朗呢 印尼 以色列啊都是降到五千左右 但是日本啊 这个日本昨天三千多 今天是两千九百二十四 也是接近三千 所以呢 日本的首相菅义伟啊 在昨天呢 正式宣布希望日本人在家安静过年 他说呢 这个日本要进行锁国防疫啊 进入到锁国防疫 禁止外国人入境啊 不过呢 有11个包括台湾在内的商务国 不在这个限制 但是要出具一些相关的证明 然后呢 一样要居家检疫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非这11个国家的啊 这个旅客都不准进到呢 日本啊 这个境内去啊 那这个日本首相菅义伟说啊 这个嗯 要超前部署 那希望大家安安静静的过年 呃 意思就是说啊 这个不要特别的外出 然后呢 讲到1月底前啊 我们刚讲到的这个 所谓的锁国防疫啊 是1月底前 日本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啊 所以这是一个蛮严格的 坦白讲 蛮严格的一个措施啊 那因为呢 目前看起来 不只是啊 这个啊 这个东京啊 包括就是日本 本身整个疫情啊 都是维持在一个 相对来说的一个高峰 东京啊 这个最近也出现 非常多的病例 那包括了英国的新种病新种病毒也进到了日本啊 日本非常的紧张啊 所以呢 像是我们啊 这个对于 呃 英国伦敦进来的班机啊 还是呃 没有全面性的禁止啊 这个减半了啊 这个航班减半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少数 我看到这个昨天呃 陈时中在回应媒体的呃 询问的时候还特别说到我们是一个非常呃这个任性坚强的国家 我想这跟这个是不是坚强啊 是不是有任性啊 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 我想还是跟防疫的措施啊 可不可以做到啊真正那么的确实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大家呃 这个对于防疫中心的信心啊 到底是不是可以让大家真正的觉得很安全 实际上是比较有关的了啊 否则其他的国家其实也未必有那么多力啊 进去 但是他们都是非常的呃 严正以待的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呃 实言实松的标准 其实坦白说 我是真的觉得蛮蛮不一致的啊 那嗯 OK先前呢 对于大陆是真的很严 那但是现在对于英国相对来说 好像又觉得没那么没那么紧张 但是全球其实都还蛮紧绷的啊 那为什么我可以相对于全球来的那么的老深在在 呃 因为我们实在做的太好了吗 还是我们的嗯 我们的人民戴戴口罩戴的太呃 太认真的啊 所以就让我们的防疫中心反而啊 这个感觉起来好像比较轻忽 好那不管这是目前我们看得到的啊 这个全球啊 在这个即将倒数啊 的嗯 2020年的这几天啊 很多的措施陆陆续续的出来 那新加坡今天也传出来 他们第一个破破零了 他们也是出现了新的啊 这个本土的病例 OK好 所以呢这些部分的都是来自于我们看到今天的相关的 疫情最新 好那看完这个之后 我们来呃 换个心情啊 转个角度来看欧美股市 欧美股市呢 昨天大涨 呃 为什么呢 因为呢终于川普呢 签署了啊 这个相关的呃 这个上照 塑造的啊 这个相关的纾困方案了 那因此呢 带动的欧美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而在美国呢 道琴团单则指数上涨了204.1点 收在30403.97点 涨幅是百分之0.68% 拿萨指数上涨94.69点 收在12899.42点 涨幅是百分之0.74% S&P500上涨了百分之0.87 费城半导体是跌的 跌了百分之0.22 OK好 所以就是道琼 NASDA标准普尔 创新高 但是费城半导体下跌的一天 OK那另外的话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都是上扬 德国上涨了百分之1.49 英国上涨百分之0.1 法国上涨了百分之1.2 OK好 那这个欧美股市都上扬 欧洲当来包含了 就是英国脱欧这个协议过关了 那再来再听到有关于 美国的振兴方案 那这个9000亿美金 也过关了 那所以看起来 大家就是在2020年的倒数几天 非常的振奋 OK好 所以看到的不只是欧美股市上扬 包括10年期的美债值利率也走高 然后我们刚讲到的 道琼标准普尔 NASDA指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那包括了旅游航空 游轮类股都是走高 对于明年 大家突然之间 也含起了一些希望 那这个科技类股 也在苹果领军底下 也是大涨 联电的ADR 暴涨了百分之4左右 OK好 所以这一切呢 比较直接的 是来自于川普签署 那川普签署 因为他反来复去 先前就是卡在那个地方 那就讲说呢 有关于这个9000亿美金 相关的疏困方案里面呢 发的现金600不够 他要加码到2000 那所以呢 他就卡在那个地方 不让他签 那问题是在于说呢 众议院 这个提出来说 好 我就顺手 顺水推舟 这个罕见的 这个民主党的 众议员去支持 共和党的川普 他们现在很讨厌川普的 但这件事情 他们就好 我们也支持2000啊 2000块钱 但是共和党的就阻挡啊 所以呢 这个事情就降在那个地方 好 那目前的话呢 因为啊 这个钱里面 包括了联邦的 政府的预算 如果不过的话呢 联邦政府呢 很可能几天之内 就要关门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所以川普终究 还是签了 这个相关的案子 所以呢 这是 股市向阳的原因 那我刚才看到 最新消息啊 那众议院的话呢 也是一口气啊 他就夹着啊 这个川普 反正你支持嘛 他们通过了 这个把600块钱美金啊 这个现金发给 这些失业人的数额 调高到了2000 所以呢 等于这又是另外一个好消息 不过 他们这个案子呢 要送到参议院 目前参议院呢 是由共和党所主导 那所以呢 共和党还是不赞成啊 这个不管是民主党的 还是川普的这个 直接发2000块钱现金 所以一般预料 可能会阻挡下来了啊 那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有关于呢 在这次的振兴方案当当中 不论如何 至少啊 这个法案本身是签署了的 那至于呢 发现金多少 就看后续的一些发展 好 所以呢 这是最主要带动上扬的原因 那么休学会呢 再回到现场 好 回到啊 来寻时间啊 什么刚刚讲到的是欧美股市大涨啊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总统川普呢 签署了啊 这个高达呢 呃 9000亿美金啊 这个相关的疏困方案 那刚才最新的话呢 是美国的众议院呢 通过了2000块钱现金啊的发放啊 但是呢 是不是参议院会通过 还不知道 那在不论如何呢 这个川普的签署 让美国的联邦政府呢 呃 免于停摆啊 也让呢 这个百万人的失业人口呢 至少可以先拿到这个救济金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呃 最主要的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 呃 看到的是呃 英国脱欧啊 这个就是在欧洲部分的话 也是大涨跟他们英国脱欧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英国脱欧之后的第一个英国跟其他欧盟之外 就可以开始单独签署啊 这自贸协定的嘛 否则要正以整个欧盟为主啊 第一个呢 协定啊目前呢是跟土耳其 好所以呢 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呢 艾尔段啊 这个在昨天宣布 他将在29号就是今天咯 时间稍晚了 他就可以跟英国正式签署呢 自由贸易协定 那土耳其呢 是英国呢 在呃 这个呃 紧自于德国之外 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了 因为土耳其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啊 那这个双方的关系非常的啊 这个算是紧密了 这个其实英国也非常多的 土耳其的移民啊 所以呢 其实呃移民政策部分来说 其实英国是呃对土耳其移民很感冒的 但是呢 现在啊 在这个等于英国脱欧之后 他开始面对全世界了 他可以自由的啊 去跟这些其他国家呢 签署一些相关的贸易协定啊 所以呢 回过头来呢 跟土耳其算是第一个啊 达成在脱欧协议之后 第一个呢 他所签署到的自由贸易协定啊 所以我想这个对于英国人来说的话呢 算是一个呃 还不错的开始了啊 但是接下来的话呢呃 跟土耳其可能来的比较简单一点啊 跟其因为对土耳其来说他也非常期待啊 能够跟英国有更好的啊 一些相关的进出口的交往啊 更更更紧密的这些合作关系啊 但是呢 在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 比如说英国跟美国啦 跟英国的跟其他国家啦 是不是可以这么的顺利去签署 就真的就要看看英国未来这段时间 如何啊 这个去呃 展现一个正式高飞之后啊 是不是能够重新回到一个强盛的啊 这个英国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不只是英国人在看 欧盟也会在看啊 全世界也都在看 呃 如果说那么顺利的话呢 我相信对于很多欧盟国家来说 会是会是一个蛮大的鼓舞啊 好 那这个部分 呃 是这个土耳其的总统艾尔段说啊 他说呢 这个从2021年开始啊 这个土耳其跟英国呢 将会是一个新的双赢的局面 OK好 所以呢 这是跟英国脱欧之后啊 这个英国有关的部分 再来的话呢 市场上面比较关心的是啊 有关于啊 中国大陆啊 所展开的反垄断调查 尤其是针对呢 马运的阿里巴巴 好 那这个啊 调查之后啊 看到这个阿里巴巴呢 最新的一个回忆的动作 是在昨天 昨天呢 宣布要扩大库藏股的规模 从60亿美金增加到100亿美金 为期两年 一直到2022年为止啊 那消息出来之后呢 这个阿里巴巴的股价是上涨的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是一个比较话题性的 另外一个是Apple啊 这个Apple呢 苹果打算要推他们自己的电动车 那所以呢 过去这几天 呃 除了特斯拉啊 不断的涨之外的话呢 呃 这个苹果的这个话题性啊 呃 也不断的飙高啊 那但是呢 就在昨天呃 是一家分析啊 分析的公司吧 这个分析师啊 特别讲到说 呃 引起市场蛮多讨论啊 就说因为Apple对外说 他们在2024年啊 他们的呃 这个第一个生产的电动车 就可以亮相啊 但是呢 呃 这个受到执意说 可能要到2028年才可能真正的登场啊 觉得说市场对于这个Apple Car 似乎呢 有点过度乐观 好 但是呃 尽管如此有人唱衰了 这个苹果呢 还是因为他这个电动车的话题啊 呃 最近都算是涨势还蛮凌厉的啊 在昨天也涨了3.58% 呃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啊 市值来到了2.3兆美金 OK好 所以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性 那再来的话呢 是跟疫苗有关的话题啊 这个疫苗的话呢 第一个是英国很可能在这个礼拜之内啊 会批准呢 阿斯利康跟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啊 所以让这个疫苗呢 加入了英国呢 呃 整个的施打疫苗的行列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五款的啊 这个在美国第五款的疫苗叫做 Novavax啊 它宣布呢 进入了最后的第三期的人体实验 OK好 所以呢 等于是陆陆续续越来越多的疫苗厂呢 目前都迈向了啊 这个第三期啦 或是准备要上市啊 所以呢 这个部分等于是全球施打疫苗的人 可望是越来越多 目前看起来吧 我记得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统计哦 到目前为止呢 是400多万人 呃 这个施打了啊 这个新冠 呃 疫情 呃 疫苗 OK好 所以呢 陆陆续续的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哦 那当然有一些是过敏反应啦 但是过敏反应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到太呃 严重哦 那嗯 所以呢 还算是哦 这个大家都还是哦 鼓励呢 去施打疫苗 OK好 所以呢 这是跟疫苗有关的消息 再来的话呢 因为疫苗啊 看起来进度还不错啊 施打的状况 我们刚刚讲了 大部分也都是很安全的 所以的 对于明年的期待呢 真的很多的企业都在部署了啊 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呢 呃 每次在看疫情的时候 特别要提醒就是说 看疫情的目的是希望看到当中 呃 值得注意的 跟可能可以呢 看到希望之所在啊 那所以很多的超前部署 针对明年的意思 可能啊 接下来疫情稍缓之后的大爆发 其实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企业都在做准备 而这边讲到的是 呃 摩根大通啊 他因应明年旅游需求可能反弹 他收购了一个信用卡的奖励计划的管理商 哦那特别针对的他的是呃 他的旅游跟奖励业务的这个业务部门啊 等于去进行收购为了呢 明年如果旅游啊这个重新突然之间一次喷发的话呢 呃可以很快的啊去应应他 所以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摩根大通的股价也是上扬的 OK好所以呢这些我们今天看得到比较重要的一些国际的啊 这个财经讯息啊 还有一个呢在这样子的这个气氛里面算是以疫情为主啊 但中美之间的一些呃贸易战当然还是啊这个持续的拉锯当中啊 啊那目前呢看起来是有关于美国啊这个在川普主政的时候最呃 呃邻里的啊对于这个中国不断的啊这个出招当中了什么华为拉中兴了等等等中间TikTok还记不记得抖音啊 但是呢抖音这个部分的话呢事实上呢美国的联邦政府啊这个美国的法院呃曾经做过一个就是有人提起诉讼吧啊 所以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呃下令啊是联邦法官啊说12月7号有一个命令商务部不得对中国的这个呃TikTok分享平台啊TikTok呢 实施任何的限制美国上诉 好回到来一期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呢是有关于呢这个美国啊对这个TikTok移动呢是川普下禁令的啊 但是呢美国的呃这个经过一些诉讼之后呢 这个联邦法官啊是说商务部不得呃这个对TikTok呢实施限制 而且呢本来的话呢这个川普的意思是要分拆 就是说呢TikTok在美国的业务的话呢而基本上等于是要卖掉啊 那是意思就是说呢等于是TikTok不准在呃美国呢 有呃这个等于是使用啦啊 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联邦法官是呃不准啊这样的一个呃禁令能够生效的啊 但是呢美国的联邦政府啊在昨天的时间啊28号正式提出上诉啊 所以等于是这一场官司啊这样子一个拉锯战呃还是啊这个继续下去 那你说这个TikTok的话 你说像华为啦啊这个什么中心啦啊可能他们认为呢涉及到5G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可能担心的后门呃涉及到国家安全 但是TikTok这部分的话呢那么多的美国的年轻人啦一般人都在用啊这个如痴如醉 那所以呢后来我记得呢他提出啊这个对于法院啊提出而诉讼的原因就是呢这个伤害了一般消费者的这个使用权益啊 所以到底对于美国来说如何去拿捏消费者的权益跟所谓的国家安全啊那这个国家安全是不是又是无限上纲 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呢是在美国去质疑中国大陆呢什么反人权啦呃这个很集权啦 他自己本身啊在有些手段上面来说坦白讲也还蛮霸道的了啊那这些部分在拜登上台之后啊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这个继续进行跟中国之间的较劲啊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如同大家一般预测啊这个拜登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外交的路线啊跟这个过去欧巴马组政时期的路线啊怎么样子可能既竞争又合作我想这是非常多人啊去关切的好那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嗯 呃拜登他针对啊这个呃中国大陆啊的一些反人权的一些做法啊他有了一些说法啊这边特别提到的是啊 他是在昨天的啊听取啊这个跟国安跟外交专家的简报等于是陆陆续续啊不管现在川普的怎么样了啦啊整个的呃整个的嗯交接的进程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啊 所以他的在昨天听取跟美国的国安跟外交有关的简报啊那包括啊国务卿的提名人布林肯啦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啊这个苏利文等等啊都在场 然后呢在听取的时候他也发表了一些他的看法啊他说呢在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当中啊嗯尤其是一些贸易的科技的啊这些部分啊他认为啊其实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结合一些呢跟美国的贸易科技以及人权相关的理念接近的这些盟友啊呃来共同捍卫的彼此的价值跟利益 然后呢让美国处于一个更强而有利的位置所以等于是再次的重申他会采取一个呢比较不像是个单级主义啊就是这个呃川普上台就几乎是以所有人为敌不只是与中国为敌是与所有的什么英国啦德国啦等等盟邦啊所以呢嗯现在显然的拜登的做法是要去连结中国以外的这些呢有共同价值的 同时有共同利益的盟友呢来共同面对呢这个中国大陆当中如果有一些反人权的做法OK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拜登啊这个最新的说法那事实上拜登他到底会采取哪些措施啊我想很多的国家都在等都在看啊现在像日本啊有点等不及了像昨天我们就看到呢其实不止昨天了这段时间以来啊不管是看到菅义伟跟这个拜登通电话的时候呃 昨天啊美国的防卫呃日本的防卫大臣傅大臣都提到啊甚至傅大臣在昨天还提到台湾以台湾为由要求拜登对于东海问题呢尽快的表达他的意见啊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想到底对拜登来说啊他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因为呢呃很多像日本有点等不及的原因在于说中国出招啦像习近平他就说他要加入CPTPP那你怎么办啊那这个他要加入还说如果你不让我加入的话呢呃 中日韩本来有这个所谓的贸易协定的就先搁着不呃不动啊那所以呢我想很多的美国的盟友啊尤其这么的紧密的啊那就碰到呢呃必须在美中之间啊求取一个相对啊这个呃有利的啊这个距离的日本韩国来说都会啊不断的希望呢这个拜登尽早表态啊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啊必须要在这一场新的美国的政权轮替当中再次的找到我们 更有利的位置啊而不是呢只是跟川普一样啊这样这个方式啊因为抱着川普的大腿问你川普下来了啊那拜登的做法会不一样OK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台湾呢今天头版头条报道的都是啊这个英国访反反台的航班呃三人确诊啊那这边要英国进入台湾是六人确诊啊那这个部分的差别在于说原本英国进来的那个航班不是有113个呃这个旅程啊 旅客吗当中说有一个发烧有四个呢出现了轻微的症状那真的是非常诡异的是啊那个发烧的没错哦他是确诊了但另外的话呢四个发烧的里面呢其实呃里头呢没没有人啊他印出来都是阴性的啊那所以呢反而是另外从别的呃管道别的航班进来的啊这个英国的旅客啊从英国反还反回来旅客是阳性的啊所以呢搞半天总而言之呢 就在这个英国那个航班下面只有三人确诊啊那所以有部分人啊虽然有症状但事实上并没有并没有感染啊所以呢到底那有些人是他呃带着阴性的啊这个检测报告回来一侧啊又是阳所以嗯现在这个啊有点时阴时阳啊而且嗯这个就是一彩阴二彩阳啊这个状真的还蛮多的啊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有点伤脑筋的地方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去质疑啊包括这两天的立法院里 里面的一些寻达都会不断的问连民进党的呃立委也在问陈时中为什么不直接暂停啊这个英国进来的航班啊但是就如同我刚才讲到这陈子陈时中说台湾是一个坚强的堡垒啊所以呢不需要锁国防疫不我真的这样觉得啦如果说我们是真的如此的坚强如此的好那你就是应该是面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的坚强堡垒那为什么每次面对啊像是印尼来的呃移工 我们好像又看起来没那么坚强了又很紧张面对中国来的呢啊中国大陆来的又是很紧张又不是又不坚强了那就是面对这一次突然直接英国回来的我们就很坚强就是嗯我相信我们呢如果大家都很呃这个谨守啊这个社交距离啦呃戴口罩啦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挡得住啦啊但是老人家真的未必呃这个小孩子未必啊所以都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地方那为什么陈时中这么 啊坚强啊而且他时而坚强时而不坚强我觉得这真的是最让大家讲感到困扰的地方好那陈时中说法是说呢我们很坚强啊我们是坚强堡垒然后呢而且我们有优良的集中检疫所大家都很辛苦是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是没错啊我们也有很很优良的集中检疫所只是你的政策本身要一致啦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讲到说呢我们目前还是没有暂停啊从英国进来的航班呃但是因为我们很坚强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确诊人数也没那么的多但是呢光光是昨天我还是我们还是新增八个人啊还包括了从其他地方进来的OK好所以呢这是跟疫情有关啊那我想陆陆续续这几天有关于跨年夜啊跟这个元旦当天的活动我想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陆陆续续的话啊大家都在呃政府都在评估中而且都在被询问中啊那现在像是确定台北市的元旦升旗 在独门府前是依旧的啊像这个部分因为新北市啊是暂停的好那再来还有个很夸张的事啊这个文化部说他们要这个呃去修改相关法令啊这个共党共军的出版品需要许可才进来啊呃当初民进党不断的去呃挑战出版法啊觉得是前置言论自由思思想自由好不容易废除了啊现在竟然还在进行审查实在是有点开倒车时间到了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